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我是光源社的义工李孙明美Michelle Lee 今天欢迎您来观赏我们光源健康原地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是现在时间稍微有一点的变动 从六月份开始 是在隔一周的星期二的七点半到八点半 我跟您共度一个小时 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有知性的这样子的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是关于 也知道就是因为光源健康原地 所以我们讲的都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 如果说是怎么样的保养 还有营养 如果是有一些 而且我们请很多在Houston这地区的医生 来跟我们谈不同种类的一些的疾病 如果是得了疾病的话 怎么样的治疗 治疗好了之后呢 我们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感人的见证 那今天呢我们是非常的高兴 请到了我们在Houston非常著名的家庭医师 姚盛坤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再稍微给各位介绍一下 姚医师呢是从在曾经在中国北京的府外医院做内科医师 然后到了美国来在UT的Houston做的这个是内科的住院医生 然后在1997年就在我们现在的Chinatown中国城开业 开了自己的诊所现在已经有17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 是在叫做惠康医疗中心 是家庭全科医生 那姚医生除了这个很繁忙的事业以外呢 也在他所属的教会 福变中国教会 过去的四五年当中 在夏季的时候都会跟一些医疗团队到中国比较偏远 穷苦的地区做医疗团队来免费的这个疫症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姚医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又有爱心又有很有经验的家庭全科医生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姚医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谢谢Michelle 谢谢各位观众 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想姚医生 我们很高兴 我们今天大概是讲的这个题目 我相信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关注 因为每次差不多每一年到春天和秋天 就很多的朋友们就会有一些allergy 就是所谓的过敏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 讨论的题目是过敏性疾病 那我想请姚医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过敏性疾病是怎么样的一个来源和性质 好吗 行 这个过敏性疾病非常常见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这个很有意思的 发达国家这个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 比这个就是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 有很多研究试图找出这个原因 很多前年德国有一个研究报告 就是说跟这个在农村 在那个农场里长大的孩子 从小接触这些细菌 各种各样的这些植物 他长大了以后就得这个过敏性疾病的 就比这个在城市里面长大的人要少得多 少得多 我们来看一个那个幻灯 这里讲到它在人群里面发病率就达到30%到35% 意思就是说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有过敏的 其实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里面 有很多人都有这个过敏性疾病 你要是到像我在诊所里面看的话 基本上一年到头都有很多病人都是因为患过敏性疾病 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也就是一到了这个春天 到了秋天的季节 常常有的同事过来就是鼻子红红的在那边没事就流眼泪 或者是整个人都不能够function well 所以就是这个疾病在 你说的对 这个就是说过敏性疾病有很多种 你刚才说的就是在公司里面看到人有流鼻涕 眼泪鼻涕的 然后就是咳嗽了 这是一类的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种的 就是譬如说皮肤过敏 就是有皮肤过敏也有很多种 所以我们想今天晚上重点的 就是刚才这个话题上面讲的 就是要讲一讲 就是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哮喘 然后过敏性皮炎 还有群麻疹 然后我们也会讲一讲 与这些有关的一些病 好的 非常好 我想今天的观众朋友一定都很关切 刚刚姚医师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些的 过敏性的疾病真的可能是大家 因为讲三个人就会有一个 所以要请您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是不是我们从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开始 还是您要做一些先介绍 我们可以先讲一点这个过敏的基本知识 就是一些基本的病理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有一些概念 对我们后面讲的这些化学物质 可能有一点了解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幻灯片 在这里面就是比较 把过敏的这个发病机制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肥大细胞中间的这两个圆圈 这个肥大细胞就是我们这个过敏里面 非常重要的身体里面的一种白细胞的其中的一种 这个过敏源 左手边写的过敏源 这个过敏源粉色的那个箭头就像一把钥匙 它跟那个肥大细胞表面的那些抗体 叫IgE的抗体 它好像跟它钥匙开锁一样 它连上了以后 这个肥大细胞就开始释放化学物质 像组织胺 这组织胺很重要 它释放出来了以后 它会让血管扩张 血管扩张了以后 就让鼻子晒 然后又很流鼻涕 流眼泪 还有就是哮喘 这些都表现出来了 就是水肿 皮肤的水肿 还有就是在鼻子里面的水肿 就是表现为鼻塞 流鼻水 打喷嚏 在肺里面水肿 就是支气管里面水肿 就是引起哮喘 皮肤上面的水肿 就是引起像那个麻疹子 就是群麻疹 或者是皮炎 这些表现 我们可以再看下一张画能片 这个过敏反应 就是它分四型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分法了 当然现在有很多更先进的研究 就是说每一型里面有一些具体的 但是我们大致地知道 就是异性过敏反应 就是急性的过敏反应 像那个清霉素过敏 在台湾和香港就是叫 潘尼西林 在中国大陆就叫做清霉素 这种过敏反应很严重的 就是说有的人一打了清霉素 马上就喘不上气了 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了 像这种呢 我们叫异性过敏反应 它是有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RIGE抗体有关系的 二型过敏反应呢 就是所谓的叫细胞毒性的变态反应 它呢就是像那个输血了以后的 这个永血反应 就属于二型的过敏反应 然后呢三型的过敏反应呢 比较少见 也叫像血清病那种啊 跟那个细胞就是脏器移植啊 有关系的排斥反应的那些 还有四型过敏反应 叫磁发性过敏反应 这种呢我们会看得到的 就是说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所谓的叫poison ivy poison ivy呢就是院子里面啊 经常长的一种毒疼 有的人呢就对这个毒疼过敏 只要一碰上了以后 然后呢只要碰到的地方啊 都会有水泡泡长 但是它不是一碰了 马上就长出来 它可能过了两三天以后 然后开始长得浑身都是 这种过敏反应 跟前面讲的这些哮喘呢 还有过敏性鼻炎呢不一样 它是呢就是由这个 黎马细胞 T黎马细胞 就是打致的这个过敏反应 所以跟前面的呢 反应不太一样 所以是不是说前面那几型 是比较从呼吸管道 这一方面来的 还是就最后那一种 是皮肤方面的 是不是能这样子 其实不是 前面那三型呢就是 跟那个就是抗原抗体反应 有关系的 所以呢它来得快 嗯 它一有反应了以后 马上就急性反应 就是很快 就立刻的反应就出来了 但是后面呢就是细胞 跟这个T细胞有关系的 这个直发应反应呢 它过一两天以后 这个反应才表现出来 嗯 就是跟它的这个快慢来的 它这个跟系统呢 它这个跟系统呢 其实是皮肤的这个 比如说群马等另外 也是跟那个抗体以外 也是一型反应 是 我自己就有一次 Polison IV的这个 这种情形 在院子里头 反正就是好像 他们是说是三片叶子的那个 它那个叶子分成三个 三个 它一起来的时候 哇 这个手就开始水泡 对啊 癢啊 真的真的 哇 那要好几个礼拜哦 对 其实吧 它要是越早去开始吃药啊 它那个时间呢 就速短了 越快 另外呢就是说 但是呢 基本上也都要两个星期 对 是 然后又要吃药 抹药 就是很辛苦 很辛苦 是 好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好马上回来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我们这个敏感性的疾病 好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光严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 是有关于过敏性疾病 我们请到的是 在我们Houston 中国城非常有经验的姚盛坤医师 是这个家庭全科医师 来跟我们谈有关于过敏这一方面的一些的 一些的这个病状 然后怎么样的一些的治疗方式 好那姚医生 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您分的这样几类的这种过敏性呢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您介绍了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之后 我们可以比较深入谈一下某一些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好吗 好啊我们可以一个病一个病的讲 我们先来讲这个比较常见的过敏性鼻炎 就像你刚才说的在上班的地方 经常看到有的人有流鼻涕啊打喷嚏啊 眼泪啊流眼泪啊咳嗽啊这些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 其实还有呢季节性跟非季节性的 就是常年性的 季节性的呢就是譬如说春天的时候 哇花粉一出来啊 好多人就好像过不去了 眼泪鼻涕然后咳嗽 然后就都来了 这个大家可能好多人都有这个体会 常年性的呢就是跟这个花粉呢 有一点关系但不完全有关系 很多都是与家里面生活中接触的东西有关系 比如说很常见的一个成蚌 这是一个很小的虫子眼睛看不见的 放在显微镜下面能看得到的 它就在那个衣服上面啊 那个沙发上面呢或者是被子上面呢 被子上面呢 所以有的人在上班的地方挺好 没事一回家了以后 哇那个就过敏 马上就发起来了 刚才讲了症状呢就是流鼻涕啦打喷嚏啦这些 很多其实这个病呢就是很常见 有的时候经常有的人就是不能够分辨的呢 就是是不是感冒了 因为感冒的症状呢也是这些 差不多 就是流鼻涕啦打喷嚏啦喉咙痛啦什么的 但是就是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容易处分 大概过了两三天以后啊就能够看出来了 就是说感冒经常都有发烧 那个过敏呢发烧一般都是在后面 感冒发烧都是在前面 过敏发烧呢都是因为它有了病发症 比如说病毒炎了以后啊 才开始发烧 但是要感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开始先就发烧了 然后呢才有其他的就是说跟这些症状或者是一起发生了 或者是在后面啊在发生 那还有呢就是过敏呢 就是说持续的时间啊一般呢都比较久 就是说感冒呢它基本上啊 两三天啊很快就好了 那个人抵抗力正常的话大概两三天就好了 那很少有感冒说是持续超过一个星期的 那就是很厉害的流感了 很严重了 流感也不会超过很久 但是过敏它有的时候可以好几个星期 所以说如果哪个人说是有感冒了 两三个星期了 那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比如说就是这个过敏啊因素啊就是病毒炎啊这些过敏的病发症这些 所以这样如果像这样的话去看医生 您是做怎么样的一些的那个怎么样来诊断出 它是它是这个一般来讲感冒是virus引起的对吧 那您是怎么样诊断出来呢是过敏还是感冒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看医生的目的就是要搞明白了 到底是那个过敏还是感冒 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呢就是问病死 就是说从它表现的症状就是能够呢看得出来 就是比如说它要是一开始来了喉咙痛得不得了 然后呢又发烧 然后呢有这些其他的症状比如流鼻涕了打喷嚏了 你基本上啊就知道它是感冒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你要是进一步检查的话 可以做一个那个strap test 还有就是那个叫influenza 就是那个流行性感冒的那个抗原的test 就是在鼻子里面啊取一点样品啊 然后就是化验一下看看它是不是有这个病毒的抗原 就是流那种是流行性感冒influenza 如果是普通感冒的话吧就测不出来 但是普通感冒呢一般的都没有那个流行性感冒那么严重 你如果想确定是不是过敏呢 这个的话觉得要去做过敏皮肤试验 就看看对什么东西过敏 那个呢就比较复杂一点 如果说是这个人过敏很简单的就是几天啊 就是几个星期然后吃了药抗过敏的药 它症状就减轻了以后啊那你就不需要去做皮肤 但是假如说是吃了很多的抗过敏的药 然后症状还是就是不减轻的话吧 那就要考虑去做过敏皮肤 就是看一看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看看能不能够就是说避免这个过敏原 那那个我们这个节目呢在从这个阶段开始是可以接受您打电话 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来这边来请教姚医师 我们的电话是2814980109欢迎您打电话来call in 好那我们在刚刚谈到您说如果测出来的话 那治疗的方式是这个过敏的话治疗的方式有哪些呢 治疗的方法其实很多啊 现在原先的时候很多药都要开处方的 现在很多人看过敏的药已经都是不需要处方了 用的最多的呢所谓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过敏的这个发病机制里面啊 讲到这个肥大细胞释放的那个化学物质组织胺 所以呢我们很多药物呢都是针对这个组织胺来的 所谓的抗组织胺药药 我们分了第一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的呢就是像原来用的本海拉明啊 在中国大陆用的比较多的浦尔明啊 这类的呢抗组织胺药的药的缺点呢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人吃了以后都是晕晕乎乎乎的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来一开药了以后就要问这个药吃了以后会不会犯困 好在呢最近几年呢就是其实最近的一二十年呢 开始有这第二代的这个抗组织胺药的药就是很新的了 而且这些副作用都特别小 所以现在呢都是在这个价值上自己可以买的 像比较常用的像Claritin 在大陆叫Claritin 还有就是Zeotec 还有就是Allegra 这些呢就是说有的人喜欢Claritin 有的人更喜欢Zeotec 发现Zeotec比更有效 但是另外有些人呢就觉得好像Allegra更好 反正这些药都有效 但是呢可以就是换了来 如果吃这些药不管用了 那可能觉得要看医生了 因为就说明这些药要不就是诊断是不是有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药不够强 所以呢就下一步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加一些那个喷鼻子的药 喷鼻子的药呢也有很多种 也有抗组织胺的喷鼻子的药 还有就是激素 所以一提到激素呢很多人都很害怕 哇用了激素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副作用 但是呢其实这个局部用的激素就是喷鼻子的这些激素的药物的副作用 其实还是比较小的而且效果呢比吃的那个要好一些 但是一般的来说呢很多人一用一两次 他以为啊就是鲜蛋一下子就好了 其实不是的 他这个因为过敏性疾病啊 他只要过敏原存在他这个病啊就还在 所以的话就是要用的实际上要够长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用喷鼻子药之前啊 最好先用清水或者是药房里有卖那种盐水喷鼻子的 就把鼻子里面的那些脏的这些东西啊 给它清洗干净了 然后再用这个喷鼻子药 而且晚上睡觉前用呢效果呢就好很多 还有的人呢就是用了以后好像还是不好 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些就要考虑是不是有病发症了 特别是有的人老是嗓子痒痒的呀 老想咳嗽啊 这个时候就可能头疼啊 这些是不是有腹鼻痘炎 就是那个sinus infection 这个时候的话有些人就需要看医生 就是吃一些那个抗生素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啊就是觉得 就自己弄弄啊就可以了 他自己吃一些那个抗菌素啊 还有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吃抗菌素的 他就吃了 吃了以后呢那些药物啊都认识这些抗菌素了 所以呢他就有耐药性 比抗力一点 还有人觉得这个都太慢 就是到药房里去买那个喷鼻子的药 鼻子就通了 但是呢他这个你要老一直喷才行 一不喷他那个鼻子又塞住了 这类药呢就是副作用比较大 就是说你好像见效快 但是的话你它有依赖性 所以的话能不用这些那个麻黄素一类的这个喷鼻子的药呢 尽量的不用 那您是说麻黄素这些不是叫在over the counter 都可以买得到吗 对对对对对 在美国这里用的呢就是所谓的afelene afelene呢他那个一喷马上啊就好 但是他有的人啊他平时不大用的 他用了以后他会心慌 他因为他这个麻黄素也会有兴奋作用 就是会让心跳加快 所以还是如果到这个 还是所以医生的用药会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来对症下药 他的那个剂度剂量就会比较合适的 而且是一步一步的来的就是从这个最普通的药用起 副作用最小的然后呢再逐步的呢用那个强一点的药 然后呢用比较合适的药量也是 就是说比较合适的量 有的时候很多自己用的药呢就病人并不知道那些药 对他身体的影响有多大 对对等到用完了以后到时候就是说可能会伤害到这个 职业膜 而且有的时候有病发症了 譬如说像那鼻度眼啊 他老far鼻度眼的话去觉比较麻烦了 有的鼻子里面甚至可以有长浓茵对 所以觉得要看医生去掩柳了 那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碰到这个床 还是去看医生用比较合适的药物 那我们这个鼻痘炎差不多 我相信姚医生解释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是不是看下面 还有哪一方面的过敏性的疾病 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啊 我们下一个就讲哮喘 这个哮喘呢 我们看下一张幻灯片 这个哮喘呢 一般都是因为吸入的这个过敏源 比如说有的人家里面喜欢养小宠物 这些还有人抽烟 还有香水 有的人就是一闻到香水 马上就传不上气 所以他这个就是哮喘或者是气喘病 这个就是跟吸入的这些过敏源有关系的 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鼻子过敏 就是过敏性鼻炎啊 厉害的也有哮喘的症状 他的特别的表现呢就是咳嗽 有好多人啊就是哎呀 总是咳嗽干咳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吃了很多的抗菌素 就是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止咳药 就是不管用 就是整天干咳 白天也咳 晚上也咳 就是有的人特别是碰了冷的空气 一进到那个有空调的房间 那个空调一转了以后啊 冷空气一进来马上就开始咳嗽 这种情况啊很多都是跟那个哮喘 哮喘的过敏 好的 我们等一下再请姚医生再跟我们进一步的 讲一些的症状还有诊断以及治疗 有关于哮喘方面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欢迎您再回来光严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过敏性的疾病 请到了在我们Houston非常有经验有名的 姚盛坤医师是属于家庭全科医师 刚刚跟我们谈到了很多有关于这个过敏的一些的概念 还有呢我们也深入的谈到某一些的这个过敏性的疾病 刚刚有谈到这个有关于是鼻 就是说过敏性鼻炎 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到这个哮喘方面 那姚医生你刚刚也讲到这个哮喘 就是好像吸入了一些这个过敏源 过敏源之后就会有这种状况 那也讲到一些的症状 还有这个怎么样的这个 就是说您这诊断方面怎么样可以确定这些疾病 对这个哮喘的诊断呢就是有些人很明显的就是能够听到他那个呼吸的时候像那个吹哨子似的样 那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哮喘了 还有很多的人我刚才讲的就是只是咳嗽干咳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做一个叫肺功能检查 非功能检查呢它就是有个机器在那里这个病人呢就是深吸一口气以后把这个气吐出去 它如果吐出去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支气管管道都是很通畅的话 它这个气出去得很快 但是如果有哮喘的人呢他因为他的支气管啊有痙攣 所以那个气啊就吐出去的时候啊就比较慢 所以他第一秒钟的那个就是这个气流啊就比正常的人啊要小很多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尽管啊就是他的这个好像吹气的这个影响不大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好像并没什么问题呢 但是呢给他一个就诱发剂啊就是给他细一点的一个让那个好像诱发他哮喘的 在正常的人呢就不会引起明显的支气管静暖 但是呢在这样的人是就比较容易啊看到有这个静暖的 所以呢给他用了这个以后就是这个吹气的这个气流呢就不一样 另外呢有些人就是有效感的呢用了治疗的药物就是一喷了以后呢他就马上啊就这个气流就明显的改善了 所以用这个呼吸功能测试呢都能够看出来 好的那所以您刚也谈到这个就是说他的治疗这个气喘它是有一种那个喷的东西是有些人是随身会带着了在这段时 这个过敏的期间啊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呃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那个邓丽君最后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呃吸的那个药啊不在手边上所以最后就是他那个哮喘发作了他就呃就没有就没有救过来啊 啊所以有效感的人啊特别厉害的他都会随身带着这个啊吸的药嗯 其实最近的这十年二十年啊在治疗效率方面啊有很多的这个进步啊 啊就是说除了最早用的那种就是扩张支气管的药物 譬如说叫Albuterol啊啊原来还有在这之前啊还有用吃的药像安塔奖安塔奖因为副作用比较大嘛 嗯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少了还有的人还是记得安塔奖还是喜欢用安塔奖 嗯但是现在基本上啊都不大用了这个系的药里面分有也有好几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Albuterol这一类的扩张支气管的这个 呃系的药还有呢就是激素类的刚才我们讲的呃过敏性鼻炎的时候用这个呃喷鼻子的呃激素啊 呃在治哮喘呢这个吸入的这个激素啊也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 嗯它主要好处是如果每天都用这个呃激素的这个吸入药呢 它就可以减少它呃发作的机会嗯啊所以呢就可以少用那个Albuterol 因为这个Albuterol它扩张支气管它也有很多副作用它会让那个人心跳很快有的人也受不了嗯嗯 所以就反而激素用的那个呃呃就是说副作用会比少一点 嗯嗯它用呢其实就有预防的作用了 就是如果每天都用的话它可以也减少这个发作 然后呢就不需要用Albuterol 现在还有呢长效的这个扩张支气管的这个就是Albuterol用完了以后过这么两三个小时它的这个作用啊就消失了 所以有的人过一会儿就得要吸一下过一会儿就要吸一下但是呢用了激素率呢可以减少 另外呢如果实在力还点呢就是它都用这个其实它有两种啊 喔呃合在一起的就是那这个啊哇这个机速加上这个这个这个啊架销的这个啊 嗯呃了这就是啊呃呃 glutчес observing uh ut 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嗯 有的人就是啊呃呃用了这些药都不管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就是 就是或者是去急诊室 或者是就是看医生 因为他有的人就是 真的那个哮喘太严重了 他也需要用那个机器 用那个无法吸入的 那个效果更强一点 还有的人就需要打那个激素 当然都不管用的时候 可能有的人就是病发 有细菌感染了 比如说有这个肺炎了 或者是那种情况下 就需要用抗菌素了 还会有这样子的病发症 那我们是也常常有的时候 您刚刚讲到好像这些呼吸管道的 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 就是皮肤上的那些的过敏 或者那个疹子 可不可以请您稍微解释一下 好吧 我们看下一张那个幻灯片 熊马疹 我想那个上面有个照片 大家可能很多人有个这个经历 就是说他吃了一点海鲜啊 或者是吃了什么东西以后 或者遇到有的人甚至遇到这个压倒的地方 就是有压力的地方啊 都会长出来一堆那个鼓起来的疹子 过一会儿又下去了 然后过一会儿又出来了 很不舒服 很痒 有的人就是很害怕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赶紧看医生 这种呢 在传统上面呢 就是中医里面叫疯团啊 或者是风筝块了这些 风筝块 对 常常听说 其实呢 这就是刚才讲的 激性的那个过敏反应 它就是吃进去的 比如说海鲜啊 或者是这类的食物 好像很多那个美国人都是吃花生 这个菜是这样的 对 有很多人吃花生了以后 然后呢 就引起来的激性的反应 还有更 也有很多的就是昆虫钉咬 你说要是有一个什么蚂蚁咬了 或者是那个马蜂钉了 或者是它就马上啊就最厉害的 就是要喘不上气来 就猴头水肿的那种 像这种呢 就是也是很常见的疾病 像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就需要 当然如果第一次发作的话 不知道 去 就一定要去看医生 然后开了药以后的话 就得要经常啊 带着这个药在身上 就是说碰了被 有一种急救的针 叫epipen 就是里面就是那个 肾上腺素的这个针 它要是有的人一被蚂蚁咬了 或者是被这个风钉了以后 它要赶紧给自己打一针这个 就是身上腺素 否则的话 它传不上气 那人就过去了 很危险 很危险 对 那像这好像 譬如说被蚂蚁咬 也是一次性的 对不对 然后被咬了以后 就治疗之后 以后还会有这种状况 还是说如果被蚂蚁咬 或者被那个蜜蜂遮了一次 治疗完了以后 是不是就没事了 还是说 对 它治疗了这一次没事了 但是下次再被咬的时候 可能更厉害 所以说要是真的反应比较厉害的 就要随时准备用药 就是像那个epipen就要随时带着 那也自己要预防一下 穿什么鞋子 或者是割草的时候 在这个Houston常常有那个fire end 对啊 有些听说就是有的人被咬到了以后 真的那个情况很严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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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一般的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都会叮嘱他 告诉他 你要已经有过这次反应了 你就要防止下一次发作 有的人譬如说要是吃海鲜发作的 那以后就是尽量的不要吃海鲜了 要是不小心吃了 那要赶紧吃那个抗过敏的药 那有的人就是说被蚂蚁 火蚂蚁咬了以后 然后反应比较大的 那就要避免那个被火蚂蚁咬 所以如果要在院子里面做事件 就要穿上那个保护好了 就不能够光着脚在那个出去走了 那好 那我们再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属于过敏性的一些的疾病 是我们可以在 对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熊麻疹 就是急性的 就是一下子来了 然后呢 好像很快又过去了 然后的话就要等到下一回 再接触这个过敏源 还有一种这个过敏性的这个皮炎 我们看下一张那个幻灯片 这种过敏性皮炎啊 它就是你看看那个照片上面 有一个小孩子小朋友 他那个脸上那个过敏性皮炎很厉害的 就是说他有那个像那个脱落 就是那个表皮啊 有脱落 然后的话他就整天在那里脑痒 这样的孩子吃着 就结个疤是不是 这样的孩子吃着很多的 这种的话吧 就是是属于慢性 他就是说很多小孩子好像生下来 然后一直到上了初中高中以后啊 才开始慢慢的好一些 但是还是会经常发作的 像这种的这个就是或者叫它失诊 就是过敏性皮炎或者是叫失诊 它就是整个的慢性的长期的这个皮肤过敏反应 像这种病啊非常常见 对于这些病人啊非常重要的是要能够找到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有的时候妈妈刚生了孩子也没有经验 就是看到这小孩子浑身都长疹子了 哎呀急得要死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看医生好像是看这个医生给点药 看那个医生给点药 但是好像整不见好 就是很很着急 其实就是有些有的病人就是这样的 他这个是一个慢性病就得要学会怎么照顾他 给这小孩子要找到什么是他的过敏源 比如说有很多是小孩子喝奶 就是这个奶就是他的过敏源 就得要试不同的食物 看看哪一种食物吃了以后啊 就是发的比较少一点 那就换不同的食物 如果说是用的东西 就是说穿的衣服有些布 他比如说就是尼龙料或者什么过敏的 他就不能够穿的一种衣服 还有就是要去找那么个过敏科医生 给他测试看看他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 您刚提到那个小孩子吃奶 应该母奶是不会的 而是吃formula还是母奶也会啊 哎呀这个就是更复杂了 就是说有的人呢认为就是母奶呢不会过敏 但是呢很多情况下呢 就是那个妈妈吃的东西里面啊 可能有让这个小孩子就过敏了 所以他喝妈妈奶的时候啊 就是接触到那个过敏的蛋白质了 这个时候呢他也发得挺厉害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很恶心 就是有这么几天不给他喝妈妈奶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呢 然后就是试着给他找到那个合适的那个食物 反正就是像那个牛奶啦什么羊奶啦这些东西 有的就是对那个过敏 有的可能对他不过敏 就是都要换找到替代食物 在美国就是好多学校里面的小朋友就是说 都是妈妈都知道的 就是说不能够一点皮脑包的都不能够有的 所以他小孩子上学了就不允许 就是说要有大家聚餐的时候不可以带那个有皮脑包的 是 好 那我们这一段到这里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我们就进入我们最后的一个阶段 谢谢 感觉朋友欢迎您回来光源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讨论了非常精彩的一些的这些资讯 是有关于过敏性疾病 我们请到了在Houston中国城非常有经验的姚胜坤医师 是全科的家庭医师来跟我们谈到有关于这个过敏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秋天的季节 有很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现在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 所以我们请姚医师刚刚跟我们谈到很多不同的种类的 那我想在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就可能做一些一方面的这个总结 一些summarize 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这一方面的反应 以及呢我们我想我们都很想知道怎么样去预防 就麻烦请这个姚医师跟我们谈一下 行 我们再看下一张那个幻灯片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里面呢 就是最重要的呀就是有关急性过敏反应 因为这个的话吧 你比如说有的人被那个昆虫叮咬了以后啊 或者是用了一些药物以后啊 或者吃了海鲜吃了花生的以后啊 它会一下子突然的就是发造很厉害 就是说有些人是皮肤比如说肿起来 那个还算是轻的 主要严重的那种呢就是会有那个猴头水肿 就是那个水肿不是皮肤上面 而是在内脏里面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呼吸对人啊非常重要 如果说是有猴头水肿了 他不能呼吸了 他没有氧气 这个脑子要有一段时间没有氧气的话吧 就马上这个人就要昏过去了 所以他离不开氧气了 所以这个需要紧急处理的 就是要记住这个就是碰到这种情况 紧急情况的时候 有的要赶紧打911啊 来送医院 就是送医院那个处理的 如果说是原来有个这方面的那个经验的 就是说有个过敏反应的 那就要做好预防工作 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要是去院子里面做事情的时候 要保护好啊 穿那个鞋啊 不要光着脚啊 免得再被他蚂蚁咬了 然后的话就是知道海鲜过敏的 就不要吃海鲜啊 就是正好预防工作 否则的话吧 就是碰到很厉害的过敏反应啊 真是不及时处理的话吧 真是性命攸关的 而且呢 他那个医生给的这些那个药物 比如说像那个 简单的像那个Claritin啊 Allegra啊 像这个Ziltec呢 知道自己有过敏的就要随时吃 还有一些药物就是譬如说像那个Epipen 就是那个肾上腺素的那种针 对于那些有过就是特别严重的极性过敏反应的 有传不上气的那种的话 它就要随身带着 随身带着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有慢性过敏反应的 像那个过敏性 鼻炎哮喧喘的 还有就是皮炎的 这些有好多人要长期吃药的 有的人就是觉得好像长期吃药就怕有副作用 什么吃药三分毒啊 就是都不敢吃药 那就很辛苦 就是天天那个流鼻涕 眼泪鼻涕的 然后的话这个咳嗽啊 什么生活很就是很不正常 对 这种情况下呢 就只能够长期吃药 其实吧 在美国就是像这些那个放到架子上卖的药吧 基本上它的副作用还是相对比较小啊 它才会放到架子上 就说所以的话 如果说吃了有效的就可以长期吃 然后当然了你要想试一试 就吃了一段停一段试试 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一停了药以后症状又出来了呢 还是需要接着吃药 就生活的品质会比较好一点 对 天天在流鼻涕 对啊 我有好多病人 他就是说在上班的时候咳嗽 那个其他的同事就很害怕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传染病了什么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用一些药物啊 就是抗过敏的药 比如说吸的药了 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 这样的话 他自己也过得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周围的人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有没有这个东西上知道怎么样预防 如果说有这个敏感的话 对 预防呢就是我们看下一张那个化妆片 就是要做这个过敏原类测试 过敏原类测试呢 就是有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抽血化验一下 看看对哪些食物是不是有过敏呢 还有就是要到有一些专科医生那里去做的就是这个皮肤试验 这个好像这个照片上看起来好像挺恐怖的 就是一大堆是做的时候好像挺害怕 但是做完了他就恢复正常了 就是有很多人啊可能对很多东西都过敏 所以有的病人就说哎呀我什么都过敏撤了也没有用 其实呢你这样你就大概的就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呢 能够避免那些东西呢 就是尽量的避免这些过敏原 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治疗的办法呢就是打透明针 就是说这种透明针呢是 一开始的时候每个星期打然后每个月打 就是要打很多年很麻烦 但是很多人确实打了以后效果很好 我有一个朋友是从中国来的 他来读博士 他开头刚来的时候哇 就是一到了春天就整个的不戴口罩出不了门了 就是只要一出门就会眼泪鼻涕然后咳嗽了这症状都有 他后来也是试了这些很多的药 像那个口服的这个抗阻塞案的药啊 这个用那个喷鼻子的药啊 最后反正效果都不够强 他到最后就是打透明针 打了以后他现在反正就是说还要经常地吃这个抗过敏的药 但是他的那个就不需要总戴着口罩出门了就好多了 所以你讲到戴口罩很有意思 就是说戴口罩出门是真的会真的会有这个可以隔离这些过敏源吗 有帮助啊 有帮助啊 特别是有些口罩他那个比较能够绿过的程度比较高的 那眼睛呢 假如我有眼睛痒的那种有没有那种眼镜可以 那个大概不大有效 不大有效 因为你那个除非戴那种那个不透风的那个眼睛 有种都这样照在这边 可是那个眼睛就很不舒服了 对 所以那个眼睛的效果不太好 不过眼睛过敏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处理一点 他就是点一点眼药有的时候就可以了 就说是眼睛痒的那种 对眼睛痒的一般的就是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 所以他用了那个抗过敏的点眼睛的药以后 他很快就过去了 比较顽固的呢就是鼻子过敏和哮喘 像这些鼻子过敏跟那个哮喘的呢就要长期用药 那再想就是说除了避免以外 避免是比较消极一点的 就比较我们想想比较积极一点 有没有说哪一些食物或在饮食上面有怎么样的注意 可以有一些预防有没有这样子 对很多人有试过 我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有一年就跟我讲 哎呀这个葡萄籽 葡萄籽 葡萄籽有用 他就说是一年用了葡萄籽 然后第二年他又来了 我说你不是说用了葡萄籽以后就好了吗 他说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过敏厉害 他又来了 就是说有很多个案 就是说有的人说是试了这个以后蛮管用的 还有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蜂蜜 就是说很多人说是要用那个local的 就是当地的这个蜂蜜 理论就是说因为花粉过敏嘛 这些蜂蜜 这些蜜蜂去把那些那个花粉采集了以后 就到了这个蜂蜜里面了 这样的话每天喝一点就像那个打透明针一样的 有的人是有效 用了以后有效 但是还有很多人啊 没有效 他可能就不是对那种花粉过敏的 所以呢他那个过敏啊就要有别的办法 所以这个过敏啊很复杂 就是要找到大概的过敏源是对什么东西过敏的 有些人他一进家里面就过敏的 就很可能就是跟家里面的宠物啦 这些有关系 那就得要想办法怎么去隔离这个宠物啦 找到那个过敏源 然后有的人是一到了办公室过敏 那得要找到 为什么在办公室里面会过敏 有的人就 有的时候我建议他们 就是自己在那个办公桌上面啊 放一个空气净化器 让他自己的那个小的那个 自己的小范围里头 范围里面能够 环境能够净化一下 是 这也倒是很好的办法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姚医师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的解释 非常详细地解释这个过敏的这个概念 以及很深入地跟我们讨论了不同种类的这个过敏性疾病的来源治疗 那最后想到预防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给我们这么好的讯息 谢谢您 也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是每隔周的礼拜二 在55.5和观众见面 愿意如果您收看的话 就请您在7点半的时候 打开您的电视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今天到此结束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都健康 谢谢 我们在下周的星期二再见 谢谢 谢谢